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温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男友父亲嫌我身不配位,强行逼我离开两年后,我坐上了公司的总裁位置,顶级宴会上我压轴亮相,曝光身份后众人当场傻眼。 喂,您好,你哥哥现在,没钱,你们直接撕票吧,对了,你们要是有什么门路,就把他卖到缅甸柬埔寨去,家属绝不报警。 唉不是,你误会了,你哥哥他,有完没完啊,给你脸了是吗? 滚。 像这样的催债电话,我一天能接八百个,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生怕惹恼对方。 到最后破罐子破摔,随便,怎么样都行,求求你们赶紧撕票。 挂断电话,我接着打起精神改第十二版方案,应付吹毛求疵的客户。 我没有正式工作,因为学历是初中一业,现在随便哪个公司招聘,学历要求都是大专起步。 而且我的征信极差,上了无数黑名单。 好在我脑子还算够用,跟着网上免费的教学课程,自学剪辑,做方案,排版。 等学得差不多了,在一些平台上接接碎活。 我交稿快,便宜,并且是出了名的脾气好,创下过收一百块钱,给顾客爸爸剪了三十版五分钟的视频。 方案改到剩最后两页,我备注为傻笔的那个人,又发来五六条长达六十秒的语音。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个logo,我那个方案做得不算很好,你顺手帮我也改了呗。 我强忍怒火回复,亲亲,咱们接单前谈好的,做内容排版和页面优化,不负责修改具体内容的哈。 对方执着发长语音,这很简单呀,你顺手就改了,增添点项目背景,做下行业调查,再写点竞品分析,网上找找资料贴进去不就行了。 我深吸一口气,扔下鼠标准备出去透透气。 走到赵一坟头,我坐下来跟他打招呼,叙叙叨叨讲这对破事。 我住郊区一坟场边上的平房里,红砖头垒出一个四方小院,开出一小块菜地,门口种着两棵枣树。 我给人守墓园,一个月八百块钱,包水电,管住不管吃。 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全败李星所赐。 李星,我生物学上的亲哥哥,如果能选择,我宁愿自己根本没出生。 李星大我八岁,我上初中时,他在外面认识了几个大哥,从此吃喝嫖赌样样都沾。 挥霍完家里所有的存款,卖了房和车,他开始借高利贷,等到追债的人堵上门,他早就不知道躲去了哪里。 催债的人说我搁欠他们八百万,如果不还钱,就剁了他的手,砍了他的腿,我妈两眼一翻,差点昏死过去。 我爸当然舍不得自己儿子受苦,把躲在角落里的我推出去,然后说出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我女儿,十三岁,白嫩漂亮。 她掀起我散落的头发,强迫我露出脸。 我爸冲着收债的人,笑得谄媚,能用他底钱吗? 上门要债的那几个,大概是上岗时间不长的小喽啰,还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呆愣片刻,才说他们不要人,只要钱。 要债的人刚走,我爸就找了一大圈人咨询,人家告诉他,高利贷是非法的,可以走司法程序,但是需要偿还本金。 他千方百计联系上宝贝儿子,询问他到底欠人家多少本金。 李星理直气壮地说,跟三四十家公司借过钱,他也记不清了,大概欠三百来万而已。 而已。 我一方面震惊李星这种一穷二白的无业游民,都能贷款三百万。 另一方面震惊他不要脸的程度,出神入化。 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拿着我们一家子的身份信息去网贷,就连我名下都欠着钱。 把我卖了都不一定能换三百万,我爸真的想把我卖了。 他四处打探哪家需要接娃娃亲,或者要童养媳。 如果不是因为杀人犯法,他说不定会直接了解我去配因婚,来钱快,无后顾之忧。 我妈想出了个绝妙的点子,一个字,躲。 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和我爸偷偷转移,等追债的人再次找上门,只剩下家徒四壁的屋子,和放寒假刚刚从寄宿学校回来,就喜提被抛弃命运的我。 他们没有为难我,甚至有个年轻点的男人,于心不忍,出去给我买了个面包和两瓶矿泉水。 这个房子是租的,我们家的房子早就卖掉给李星还钱,冬天外面冷得能把人冻死,我没地方去,只能死皮赖脸守在屋子里。 房东收到消息后赶过来,我爸妈不仅搬空了人家的家具家电,还欠她两个月房租。 她冲着空房子破口大骂,我缩在角落不敢出声。 老太太到底心善,没动手打我,甚至还替我骂了几句不做人的爹妈。 她只是狠狠弯了我一眼,临走还给我扔了二百块钱,让我赶紧滚蛋。 捡破烂的赵姨在垃圾堆旁边把我捡回去,起码有口饭吃。 我没有拿到大女主的剧本,即使我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样的环境下逆袭,成绩也是一落千丈。 李星欠了太多家高利贷,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那几个人一般好心,他们找不到李星和我爸妈。 于是隔山差五在我学校门口堵人,严重影响了其他学生。 新学期开学,我没钱交学费,再加上因为我,学校门口天天聚集着一堆二流子,学校自然不让我接着念书。 为了躲那帮人,赵姨带着我一路流浪。 我们南下到江城,暖和,冬天没有那么冷。 赵姨找了个给人看坟场的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祖坟,林林总总有近三十个墓。 我和赵姨每周去打扫一次,主人家定居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碰上仙人忌日和特殊节日,会额外给笔钱,让我和赵姨替他们祭拜。 赵姨拿着攒下的钱给我买了一堆二手书,书的种类乱七八糟,里头有交付书,历史哲学书,世界名著,也有武侠言情小说,甚至还有几本讲计算机C语言。 她没有能力送我进学校,只能用这种方法,让我多学点东西,不至于是个文盲。 赵姨去世后,主人家找人帮着料理了后事,将赵姨埋在距离墓园不远的地方,看坟场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过了两年主人家回国办事,特意来墓园祭拜,他们并未提前打招呼,来了之后发现我将整个园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毫无颓痞之势,甚至连墓碑都擦得正光瓦亮。 女主人看着瘦弱趋黑的我,当即落泪,她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怯声声开口,问他们有没有不用的就电脑,可不可以给我一台,我想学点东西。 她给我买了台新电脑,签了网线,甚至还送了我一个新手机。 攒下的钱,一部分被自动划走还账,一部分用来过活。 我刚坐下,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是一条短信。 您好,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我是杨氏第一医院肿瘤科医生林肖阳,你哥哥出车祸受重伤,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车祸发生时,他救了我妹妹,我们全家心怀感激,联系你也是想讨论一下后续治疗,以及向肇事司机进行索赔的事情。 我看完毫无波澜的选择删除,这种诈骗手法实在是过于老套。 况且,李星怎么可能会出手救人? 他把人推出去,挡死还差不多。 能这么客气打感情牌,应该不是之前接触过的那帮高利贷,估计就是个骗子。 他怕我不信,还给我发来好几条彩信。 一张医院办公室,一张我哥重症监护病历卡,还有一张自拍照。 照片上的男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温润如雅,符合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所有幻想,只是他气色谈不上太好,眼底有些倦意。 这年头,骗子都内卷到去到人家生活照了吗? 我一直没回复,他又给我打电话。 我刚刚受了一肚子气,不敢骂客户,骗子我总能骂吧。 我一肚子脏话还没骂出口,对方已经简明恶药自爆家门。 这个叫林肖阳的男人声音低沉悦耳,带着重能安抚人情绪的神奇魔力。 鬼使神差的,那些骂人的话全部被我咽进肚子里。 但我依旧不相信他,电光火时间,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求证方法。 我让他等一等,然后一路飞奔回小院。 我站在床上拿柜顶上的书,那是赵姨收费品的时候,逃来的,一本句后的医学科普,内容太过晦涩枯燥,我没有细看,但是我记得其中一个板块讲的就是肿瘤。 翻到那一页之后,我问林肖阳,你说说看,肿瘤标志物五项检测是什么? 对方显然是没有料到我会整这么一出,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和书上写的一样,他甚至还做了一些延伸,虽然我没有听懂。 我又问了几个别的问题,他都能第一时间回答上来。 我善善地和尚书,不好意思地跟他道歉。 没关系,你有戒备心可以理解,现在可以谈谈你哥哥的事情了吗? 至于为什么联系上我,而不是我爸妈,因为他们早就下落不明,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林肖阳给我买了第二天去阳市的车票,告诉他会去接我。 我很少外出,翻箱倒柜,找出一身勉强算心点的衣服,一件红色针织衫,和一条肥大的运动裤。 到站后我跟着指示牌往外走,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出站口的林肖阳。 他真人比照片帅太多,宽肩斩腰大长腿,穿着身剪裁,利落的衬衣西裤,我认不出牌子,只觉得很贵。 我努力扯平皱巴巴的衣摆,走到他面前和他打招呼。 林肖阳看见我先是一愣,良好的素养让他很快收起了探究的视线,李梦珍是吗? 你好,我是林肖阳。 他妥贴地接过我手里,已经洗得泛白的帆布包,和我隔着两泉距离,带我去停车场。 包被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一两件换洗衣服, 剩下的全是我从树上打下来的枣。 他替我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我坐上去系好安全带,座椅的角度不太合适,但我不会也不敢调,拱着腰坐了一路。 我抱着包,过检素带十一个抖洞,枣子哗啦啦滚下来大半,全部吊在副驾驶座椅下面。 我急得要掉眼泪,林肖阳按住了要弯腰捡枣的我。 这会儿路不太好走,当心撞头,没事的,不急。 这枣真大,颜色也漂亮,是你们那边的特产吗? 是我自己种的,想带过来当赔罪,我不应该在电话里面骂你,你还会种水果吗? 很厉害啊,我等会一定尝尝。 小姑娘本来就应该有防范意识,我没有生气。 林肖阳在医院附近的酒店给我开了一间房,我偷偷拿手机查价格,一晚上一千五,我心疼得要死,要是能直接把这钱给我,我愿意去睡公园长椅。 解决完住宿问题,林肖阳带着我去医院看李星,她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管子,我没有任何难过悲伤,忍不住想笑,真是天道好轮回。 我甚至阴暗地在想,我要不要装作和李星感情极好,这样能不能让林肖阳一家更加愧疚,我能不能得到更多好处? 我站在门口泪流满面,不是为李星而哭,是为我有这样的想法而哭,我想起赵一教我,做人要有良心,要有底线,可我要良心和底线有什么用? 命运善待过我吗? 我的眼泪果然让林肖阳慌神,她看向我的眼神里同情愧疚感愈发浓烈,这份愧疚在李星抢救无效死亡后,达到了顶峰。 后来我看过那段车祸现场的视频,五六个人过马路,李星和林肖阳的妹妹林小雅走在中间,突然一辆失控的货车闯红灯冲向他们。 李星一把推开林小雅,对方一个踉呛摔了出去,碰巧摔到安全区域,只是受了点轻伤。 而李星被撞飞出去好几米远,还有一个男人也被撞得不轻。 林肖阳一家由此认定李星是救命恩人。 巧的是林肖阳与李星同岁,我与林小雅同岁。 这样的巧合,为这场车祸增添一抹命运的悲壮感。 我并不打算解释这个阴差阳错的误会,李星只不过是下意识,想把在前面挡路的人推走罢了。 到死他总算是做了件好事,也算是死得其所。 在假话里掺杂一些真话,那么假话也会成真。 于是坐在林家别墅沙发上时,我声泪俱下的编造父母借高利贷,我和哥哥相依为命早早辍学打工挣钱的故事。 我虽然穷,但是有骨气,我只要肇事司机硬给的赔偿,拒绝了林家的感谢费。 眼眶里蓄满泪水的那一刻我抬头望向林母,楚楚可怜地讲, 林小雅和我差不多大,想来哥哥就她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的。 我的眼泪不要前似地,砸在光可见人的大理石地砖上,吊顶的水晶灯照下,累自折射出点点水光。 我在用行动告诉他们,因为你的女儿,你的妹妹,我失去了唯一的哥哥。 林母养尊处优,一辈子没吃过任何苦,存着份天真过头的善良。 她抱着我,说要认我当干女儿。 别说收养一个我,收养一百个,我对林家来说都轻轻松松。 只要我不做死,我后半辈子荣华富贵衣食无忧。 感谢李星,我决定逢年过节给她多少点纸钱。 我很会察言观色,林父和林肖阳虽未开口,算是默认林母的行为, 可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别有深意,带着些我可以理解的防备。 林家不是一般的家庭,平白无故,多个干女儿,也会生出许多不必要是麻烦和口舌。 林父是个商人,没道理给自己找个隐藏的麻烦。 我当即谢绝了林母帝过来的机会。 我擦干眼泪,说这样哥哥见义勇为的行为就变味了。 可我哥哥为了救林小雅失去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妥善安置好我。 林家照样要面临舆论风暴。 我提出了一个双方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 我说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养花遛狗,样样都会, 能不能让我以管家助理的身份留在林家? 我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庇佑所, 还希望他们能为我解决我身上遗留的债务问题。 林父当场答应我的请求, 我这样大大方方说出自己想要什么, 反而赢得了他的一些好感,他最怕我无所求。 我就这样住进了林家,说是管家助理, 实际上没人让我干活。 林小雅和他妈妈一样善良过头, 作为直接受益者, 她是真掏心掏肺对我好。 最新款的漂亮衣服, 名牌包包和鞋子, 只要他有的,一定也会给我买一份。 林母让人天天给我炖高级燕窝, 吃供品及恶娇, 每周带我去私人会所做美容项目, 我本来底子就不差, 不然我爸也不会起一些歪心思。 按照他们这个拼命砸钱的奢侈养法, 不到半年, 我脱胎换骨, 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林萧阳还是之前那副翩翩公子的样子。 不管我是丑是美, 他都对我很好。 我当然不会沉醉在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当中, 这样的幸福生活太过缥缈, 我很怕有梦碎的那一天, 于是我找到林萧阳, 说我想学习。 我已经二十岁, 再去念高中也不合适, 他给我请了私家老师, 还给我报了商科班。 我十分有眼力尽, 也很懂分寸, 有客人来拜访, 我要么早早外出, 要么在房间里一整天不出门, 尽职尽责做一个不惹, 一点关注的小透明。 这份善解人意的乖巧, 让我博得了更多好感。 获得同意后, 我在花园南边的角落里, 开了块小菜地, 倒也不是为了立什么人设, 我是真的想念赵仪。 那些辣椒和蒜苗的种子, 都是我和赵仪一茶一茶留下的。 可我万万没想到, 花园的布局别有洞天, 看似最隐秘靠里的角落, 实际上与林萧阳的兰花谱, 仅仅只有一目之隔。 两块苗谱之间, 放着几盆高大阔叶植物, 将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不知是辣椒生虫还是味道太强, 在我获得大丰收的那天, 林萧阳精心养护的兰花死了大半。 等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林萧阳从医院回来, 我搭拉着脑袋站在她面前认错。 林萧阳沉默着看着她的兰花, 揉了揉眉心告诉我没事。 下一秒她就一言不发地 把所有兰花都搬到对面, 远离我的辣椒和蒜苗。 我很少见她这幅表情, 林萧阳大概真的很难过。 晚上吃饭, 厨师特意用了我种出的辣椒, 林萧阳吃着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她养的兰花娇贵, 养护期也极长, 短时间内我根本买不到同款。 于是我吃完饭就开着车去了家精品店, 买了编织、羊毛毡、热熔豆和黏土, 各种五花八门的手工材料, 对着教程通宵给林萧阳 做了十几盆永生兰花。 第二天她一推开门, 就看见蹲在门口的我。 我顶着硕大的眼带和黑眼圈, 站起来把手里的小篮子递给她。 林萧阳看着篮子里 那些造型各异的兰花傻眼, 呆愣了好几秒才伸手接过。 手怎么回事? 哦哦,没什么。 我连忙把手背到身后去, 那个热熔豆兰花钥匙挂件高不过五厘米, 最后一步需要用运斗高温烫平。 我当时串珠子串到两眼昏花, 一走神首富就被烫出两个泡。 林萧阳把托盘放回房间, 掏出药箱拽着我的手要给我上药。 最大的年徒百件被她放在床头柜上, 她把书桌上的水晶装饰随手放在书架上, 把我的羊毛毡放了过去。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我的兰花侵占了林萧阳的房间, 那些五颜六色略显粗糙的小玩意, 在她奢华的卧室里有些格格不入。 可林萧阳依旧把他们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最后她把钥匙扣和车钥匙挂在了一起, 原谅你了。 她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愉悦, 其中有夹杂着几分对我通宵行为的不满, 现在还早, 快回去睡觉, 我等会和祝义联系, 让她下午再来讲课。 祝义是是林萧阳的学妹, 我的授课老师之一, 据说是欠了林萧阳人情, 被她抓来给我上课。 她空有一张冷艳欲结脸, 实际上无比随和且八卦。 唯一让我头疼的是, 她咬死我和林萧阳关系不一般。 你和老林什么情况? 她和我说你累着了, 是我理解的那样吗? 行啊姐妹, 能把林萧阳追到手? 做了一晚上手工能不累吗? 我到现在还困得睁不开眼, 我无视注意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 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写完她出的试卷。 见我不理她, 注意一边检查试卷, 一边给我讲起林萧阳的事迹, 你别不信, 林萧阳这个人, 面热心冷, 看起来和善, 实际上是根本不愿意跟人深交。 她很有原则, 你不踩雷, 那相安无事, 你要是踩雷, 那她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注意喋喋不休的话像是催眠曲, 在听到雷区那两个字时, 我瞬间来了精神。 林萧阳有什么雷区啊? 她看起来脾气很好, 她最讨厌有人对她撒谎。 哦, 还有, 林萧阳很宝贝她那些兰花。 不困了, 我彻底不困了。 我从一开始就在骗她。 为了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刻不会死太惨, 我对林萧阳的上心程度再次升级。 她回家我冲去门口迎接, 她看书我送去水果热茶, 她工作上遇到什么烦心事, 我虽然帮不上忙, 但力争多说几个笑话逗她开心。 我拿出所有伺候甲方的本事, 将林萧阳哄得开开心心。 过了段时间, 林萧阳亲自验收了我的学习成果, 然后把我安排进她朋友的公司做文员。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 进入一家大规模的政经公司, 尤其是在得知我的同事们学历极高后, 更是兢兢业业打起十二分精神上班。 我绝口不提与林家的关系, 也丝毫没有关系户的架子。 我对所有人都很和善,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周围同事相处很是融洽, 但我从不与人深交。 我怕交情再多一分就会露线, 被人看见我空洞乏善的大脑, 看见我敏感自卑的灵魂。 即使林家在我身上花了许多钱, 带我见过许多世面, 我依旧是那个四处流浪的人。 上班第一个月, 我拿到了七千元工资, 打算给大家买礼物。 林家什么都不缺, 因此心意才是最重要。 林妇在家偶尔会说几句家乡话, 与赵姨的口音极为相似, 我听保姆们私下里讲过, 林妇穷苦出身, 白手起家, 生意刚有起色, 就和林母的父亲谈合作, 对方很赏识这个后生, 介绍女儿给她认识, 两个人碰巧看对了眼, 成就一段良缘。 赵姨曾经教我那过千层底, 据说是故乡的特色, 还是非夷文化。 我去市场上买最好的材料, 回来比对着林妇常穿的鞋子苗尺码, 失败了好几次, 才做出一双拿得出手的千层底部鞋。 林母的护肤品动辄成千上万, 我自然不会去送那些, 我买了两支CL萝卜丁全杖口红, 沉稳大气的颜色急衬林母。 前段时间, 凌云四的祈福十八子手链火爆网络, 林小雅也提过两次, 可购买程序很是繁琐, 要填一大堆东西, 手链限时限量还限购。 我凌晨三点起床出发去排队, 赶上了第一波, 拿到第一个购买名额。 想到林小雅这两天, 总是拿着手机笑得神秘兮兮, 我又加钱, 请师傅加了科, 开过光的焚水晶。 等到了林小雅, 我着实有些犯难, 最后决定送他一封手写信。 写着写着便收不了尾, 在这封长达八千字的信里, 真真假假, 我第一次对旁人袒露心声。 我对林小雅, 有股说不清的依赖情绪。 这封信将我欲说还修的少女心事 讲得淋漓尽致, 但我很是克制, 懂得将他们归为感激之情。 当天晚上吃完饭, 我将礼物拿出来送给他们, 再次郑重地表示感谢。 就连林傅都有些动容, 连声夸赞, 我是个好孩子。 林小雅知晓, 我一部分难以启齿的秘密后, 对我愈发上心。 他曾经在法国留学, 一口法语讲得十分地道, 配合低沉的声音, 慵懒又迷人, 我要求他教教我。 林小雅并未拒绝, 他上班急忙, 可晚上仍然会挤出一些时间 与我独处。 他教会我的第一句法语, 他读一遍, 我跟一遍, 最后结结巴巴能顺下来。 我问他什么意思, 这样长, 也不像是你好, 谢谢。 林小雅嘴角勾起笑容, 看着我求之若渴的眼神, 他伸手揉揉我的头发说,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 意思是肿瘤标志物的五项检测。 我的脸蹭的一下通红, 扔下臂站起身子洋装, 要打他, 可一下子重心不稳, 人质直往地上栽下去。 林小杨眼疾手快拉住我, 结果我们双双倒下, 我趴在林小杨身上, 他做了肉垫。 地上铺着厚重地毯, 索性并无大碍, 可是这样的姿势实在有些暧昧过头。 林小杨闷哼一声, 随即空气都凝固, 只剩下我扑通乱跳的心跳声。 我的脸上带着手足无措的茫然, 天地良心, 我确实存着想和林小杨关系更进一步的心思, 可绝不是想要陷在这种局面。 我慌乱地找着支撑点, 撑着林小杨的肩坐直身子, 然后意识到这个动作更加糟糕。 林小雅最近迷上了美式辣妹风, 拉着我跟她一起做辣妹, 衣服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上短下也短, 我今天穿见着紧身短款短袖, 和一条长度在膝盖上方两拳的深褐色白褶裙。 我双腿岔开坐在林小杨腰腹肩, 因为我的动作, 上衣往上卷了许多, 露出大半腰身, 而裙子则堆在大腿根。 她僵硬地把头扭向旁边, 可泛红的耳根, 微颤的胸膛, 与一些不可言说的变化, 依旧出卖了林小杨的真实情绪。 我从她身上爬下来, 飞速逃出书房, 将自己埋进被子里。 我当然喜欢林小杨, 她值得这世间所有光明磊落地称赞。 可我从未肖想过林小杨, 她是高悬天上的角角明月, 我是泥潭里的枯枝朽木。 月光照洒在我身上, 已经是恩赐。 我怎么敢去将月亮拉入泥潭之中? 我做这些无非是想让他们 与我有更深的情感羁绊, 能保我这辈子无后顾之忧。 敲门声打断了我混乱的思绪, 我本想装死, 可门外的人显然很有耐心, 扣三下门, 停几秒, 接着扣门, 颇有我不开她就不罢休地以为。 我打开门, 外面站着林小杨, 她不由分说地进来, 将我逼得一直后退, 直到爹坐在沙发上。 她顺手拖来椅子, 坐在我的对面。 林小杨耳垂上的那抹红还未消散, 她不自然地倾壳两声。 然后深情与我对视, 珍珍, 做我女朋友吧。 我当机的大脑罢工了许久, 就到林小杨眼中的热烈一点点退去。 我语无伦次地开口, 我觉得, 就是, 我当然喜欢你的, 但是你太好了, 好到对我来说有些不真实,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想一想。 林小杨欣然同意, 虽然她说是给我时间思考, 可对我愈发亲密起来。 这份亲密很快引起林傅的注意。 她自然不可能允许林小杨和我在一起, 只要触及到林傅的底线, 什么恩情都不复存在。 她找我谈话, 我听懂了她的话外之音, 于是趁着大家还未将话头挑明, 还未撕破脸皮。 我借口说公司离家有些远, 想要搬出去。 还说最近有个男生在追我, 我对他也颇有好感, 但是我见识短, 设事不深, 希望伯伯有机会能帮我看看人。 他见我如此懂事, 在公司附近给我买了套公寓, 说让我和那男生先接触, 等感情稳定些见一见, 要是真有缘分, 他一定出份丰厚嫁妆。 我搬家那天, 林逍阳没有去上班, 他靠在门框上, 看着我将衣服一件件收进行礼箱。 等我收拾得差不多, 他突然走过来, 一脚将箱子踢开, 粗暴地攥住我的手腕, 将我压在床上。 密密麻麻地稳落下, 林逍阳往日里的金贵儒雅彤彤消失不见, 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怒气, 不顾牙齿磨破我的嘴唇。 我没有推开他, 也没有回应他,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 眼神平静地望着林逍阳。 他显然没有料到, 我会是这个反应, 有些尴尬地从我身上离开。 我起身关上门落索, 脱掉外衣, 只剩下一条短裤和背心。 你要是不解气, 可以睡我。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也不会纠缠你。 林逍阳气急, 握紧的拳头青筋抱起。 我看他不说话也不动, 知道他不会想在这种时候和我做点什么, 于是我又将衣服穿好。 没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接着收拾行李吗? 他冷笑一声, 上前捏着我的下巴, 逼我抬头与他对视。 李梦珍, 你可真是实时务, 有分寸。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下巴疼, 嘴唇也疼, 心脏也疼, 但我依旧收拾着东西, 楼下林家的司机还在等我。 我今天必须离开。 他永远不会懂, 一份安稳的, 不用担惊受怕的, 不用任人摆布, 受人拿捏的生活对我有多重要。 我没有骗人, 公司里确实有很多男生在追我, 肖远就是其中之一。 在那些追求者中, 他相貌家世样样不出挑, 可是他性格好, 包容随和, 说话慢条思理, 人也优秀, 名校毕业, 靠自己打拼出一份事业。 别人送我珠宝首饰, 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带早餐。 别人约我去高档场合, 他担心我穿高跟鞋会不会磨脚。 最重要的是, 肖远人际关系很简单, 自幼父母离异, 他跟母亲, 母亲五年前离世, 我的父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十分害怕面对家庭关系。 这几年, 林家送我的财产, 已经足够我过好后半辈子, 再加上借着林家的力, 我如今也有了能养活自己的本事和人脉。 我又跟肖远相处了两个多月, 他成熟稳重, 哪怕我偶尔会说一些谎话, 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 他也会包容我。 我想要一份简单稳定, 细水长流的感情, 肖远是最佳人选。 至于我爱不爱他, 这不重要。 我向肖远坦白自己的想法, 他只是笑笑, 他说, 梦真, 没关系的,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对你一见钟情, 也可以等你对我日久生情。 肖远成为了我的男朋友, 我们一起请林家人吃饭, 林肖阳一言不发只顾着喝酒。 席间我去卫生间, 刚出来就被人扯进一个漆黑的包厢。 我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气息, 并未挣扎。 你当真是一步也不愿意朝我走过来, 是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是我哥哥, 大家还在外面等我们, 求求你, 不要把事情闹得难看, 好吗? 在我将落未落的眼泪里, 林肖阳败下阵来。 他松开我, 先一步回到包厢。 和肖远在一起的日子很平淡, 他知道我还没有完全接受他, 于是和我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最紧密的举止不过是牵手拥抱。 我感激他这一份体贴, 也开始试图说服自己, 我对林肖阳没有一丝一毫想法。 命运并没有放过我, 那把高悬在我炉顶的剑再次斩下。 即使我小心翼翼, 低调万分, 从不跟着林家一起参加公开活动, 我还是被爸妈找到。 他们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 在小区门口拦下归家的我, 他们目的十分明确, 要钱, 要大房子, 要我赡养他们。 他们用最恶毒的话骂我是没良心的白眼狼, 用哥哥的命换富贵, 怎么死掉的不是我。 我大脑一片空白, 发疯一般推开他们冲进小区, 保安认识我, 看见我这样, 尽职尽责地拦住了要跟上来的他们。 他们扭头就去找林家, 可林家人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见到, 况且最近林家出国度假, 根本不在国内。 他们接连失败后, 竟然去找了肖远。 他们在肖远面前, 声泪俱下地控诉我的种种罪行。 可肖远并不相信他们, 直言如果他们再来骚扰, 他就报警。 我爸妈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等到星期一, 他们去公司楼下拉起了横幅, 白布上用黑字写着, 李梦珍丧心病狂, 吞我儿子买命钱, 肖远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威胁苦命, 老人。 还有几张大字报, 胡编乱造了一些他们的悲惨故事。 肖远哪经历过这种阵仗,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站在楼下报警。 去了警察局, 那些过往再也瞒不住, 我像是光裸着全身站在众人面前, 任由他们对我平头论足, 任由他们揭开我身上每一道仍未愈合的疤。 忘记最后是怎么收场, 总之是我和肖远先走了出来, 他抱抱我已是安慰。 几度张嘴, 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等我走到家, 收到了肖远发来的分手短信, 他说梦珍对不起, 我就是个普通人, 这事儿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 我一时间难以消化, 你是个好女孩, 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没办法,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你以后需要帮助, 我还是会以朋友的身份帮你。 我回复他, 对不起, 把你拖进这场无望之灾里。 果然是安稳日子过太久, 我竟然还是幻想拥有一段感情。 我躲在家里不吃不喝, 我爸妈扯着横幅坐在小区马路对面, 那不归小区馆, 保安也有心无力。 业主群里多的是,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吃瓜群众, 一开始他们还碍于情面有所顾忌, 没有明说什么。 可后来, 我爸妈愈演愈烈, 甚至不知道从哪里逃来逃音响, 两个人轮流讲故事。 我的情绪处于崩溃边缘。 我站起来, 长时间为吃饭导致头猛的一阵炫韵, 撑着桌子缓了许久。 我去卫生间洗了个澡, 换上衣服出门。 我走到他们面前, 面无表情地开口, 你们赢了, 想要房子和钱是吗? 跟我走。 他们喜气洋洋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副打了胜仗的得意样子。 早干嘛去了, 我们是你爹妈, 这是你一辈子也改变不了的事情, 做子女的怎么能不孝顺父母。 他们跟着我进屋, 四处打量着这套房子。 花了很多钱吧, 那家人对你可真好, 你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用我儿子的命换来的。 没良心的东西, 自己活得潇洒, 怎么没想起来找找你爹妈? 他坐在沙发上, 扭动着身子找了个舒服的角度, 随意将脚撬在茶几上。 乖乖, 你这好东西真是不少。 他拆开我的补品, 抓起一把塞进嘴里。 我任由他们糟蹋屋子, 他们说得对, 我比他们高尚到哪里去了呢? 我也是个可耻的小偷罢了。 我去做饭, 我走进厨房, 机械地做了几个菜。 我从柜子里掏出安眠药, 没碎后统统撒进菜里。 都去死吧, 一了百了吧, 谁也别好过。 他们可能太久没有吃上过一顿好饭, 狼吞虎咽的样子让人发笑。 即使我一口没吃, 他们也没有丝毫怀疑, 甚至为了那只鲍鱼, 龟水, 还大炒了一架。 酒足饭饱, 二人扔下一堆烂摊子去了我的房间, 舒舒服服躺在主卧的大床上。 我看着时间, 估摸着药效发作后走进去, 二人已经睡死过去。 我去厨房拿了把踢鼓刀。 在我犹豫着是先朝谁动手时, 林霄阳破门而入。 他满脸焦急地看着我, 说出的话都带着颤音。 珍珍, 不要冲动, 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把自己搭进去, 交给我, 让我来解决好吗? 趁我慌神的功夫, 他慢慢靠近我, 从背后保住我, 接过我手里的刀扔在地上。 我陷入他温暖且极具安全感的怀抱之中, 一时间疲惫至极。 林霄阳牵着我的手往外走, 我才看见客厅里的行李箱以及门上的钥匙。 这套房子是林家给我买的, 它有钥匙也不足为奇。 他打开了对面的门,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邻居。 林霄阳把我抱进卧室放在床上。 你累了, 先睡一觉, 我去处理事情,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我向你保证, 他们以后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听话, 不要做傻是好吗? 我的脑子依旧十分混乱, 勉强听懂林霄阳的意思后, 木讷地点点头。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去厨房给我倒了杯热牛奶, 看着我喝下, 他点燃香氛机, 又将被搅也好。 醒了之后, 我要是还没回来, 就给我打电话。 临走前林霄阳在我额头落下轻轻一个吻。 第二天醒来, 林霄阳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 眼底一片乌青, 看样子一夜未睡。 我莫名想起当初他为了自证身份, 发给我的那张照片。 林霄阳见我醒过来, 上前抱住我, 他拍拍我的头顶, 轻松地告诉我, 事情都解决了, 珍珍, 他们不会再出现了。 你要往前走。 我没问他是如何解决那两个难缠的人, 他也没提。 林霄阳向我告白, 我爱你, 珍珍, 我爱你。 看穿你拙劣的谎言, 幼稚的把戏, 不堪的过往。 我依旧爱你, 爱你顽强的生命力, 爱你世故的天真。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二十岁, 林霄阳如天神般降临在我昏暗无边的世界。 我用我能想出的所有手段抓住了他。 二十三岁, 林霄阳说他爱我, 他抱着我说了许多。 早在见到我之前, 林霄阳就对一切了如指掌。 他将理性, 将我, 将我家的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 只有我傻得天真, 还在为骗过他们而窃喜。 一开始, 他是真的同情我, 因此并未戳穿我的谎言, 也并未对林傅说实话。 他们原本想给我的, 比我要的多许多。 林家一直在做慈善, 就一个试旧, 就两个也试旧。 干脆顺着我的意思, 成全了我的心愿。 我虽然有些可笑的心机, 和自以为隐藏的很好的举动, 但终究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事情。 反倒是过于委曲求全和小心试探的样子, 让林家对我多了几分真心实意的恋爱。 事情闹得这样大, 自然是惊动了林傅。 他再次和我谈话。 去餐厅的路上, 我在想, 他会做什么呢? 给我五百万让我离开他儿子, 还是痛骂我这个白眼狼? 他没有羞辱我, 更没有让我拿钱滚蛋。 他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让我正视自己和林逍阳的差距。 他说, 孟真, 你觉得你有资格做林家未来的女主人吗? 学历, 教养, 能力, 你觉得自己有任何一点, 配得上林逍阳吗? 你确实有些小聪明, 我和阿姨也挺喜欢你, 我们可以养你一辈子, 但是林家绝不需要一个 只会讨好别人的儿媳。 那场谈话的最后, 我落荒而逃, 我没有任何话可以反驳林父。 我和林逍阳说, 我想回家, 回江城的那个小院子。 他开车带我回去。 我被林家收养后, 那家人新找了个大叶守墓。 我在院外远远看着, 终究是没有走进去。 我指着那两棵 枝繁叶茂的枣树 对林逍阳说, 当时带给你的枣子 就是从这上面打下来的。 很甜。 我买了花和贡品, 走到赵一幕前, 替他擦拭满是尘土的墓碑。 原本这些我 极力想要隐瞒的过往, 如今一一展露在他面前。 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堪, 林逍阳也没有被欺骗的圣怒。 我总是在想, 如果我和林逍阳的相识 能再体面一些, 但现实很快让我清醒, 我与他之间隔着不可平的鸿沟, 如果不是这样巨大的变故。 我们根本没有相识的可能。 我坐在地上, 和赵一讲这三年的际遇。 说到最后, 我靠在他的墓碑旁, 大哭起来。 林逍阳一直在旁边陪着我。 我无处可去, 林逍阳把我带去启明酒店。 我和赵一刚来江城的时候, 很喜欢来这里, 因为他足够高级, 高级到具有人文情怀。 大唐经理为了赶我们走, 往往会施舍我们许多东西, 有时候是清扫客房后 为拆封的洗漱用品, 有时候是被淘汰的赐品水果糕点。 林逍阳办理入住时, 我站在一旁, 那位大唐经理依旧在这里上班, 他与我目光相对时, 微微欠身低头, 露出规范得体的笑容。 我站在套房的落地窗前, 俯瞰整个江城, 原来他的夜景是这样迷人。 我扭头看向林逍阳, 向他讲明心意。 我们在这样不对等的环境中认识, 很难说清我是爱你, 还是爱你做我的救世主。 我永远也无法平等地爱你。 我很感激林家, 感激你赋予我的一切, 赋予我心生的机会。 但是如果我这样和你在一起, 享受到不属于我的一切, 我问心有愧。 我离开了阳市, 我告诉林逍阳, 我想先学会爱自己, 再去爱他。 林逍阳给我找的那些老师 一个比一个厉害, 我习的皮毛已经足够用。 我找了份销售的工作, 不看学历, 只看实力。 助益和林逍阳经常找我聊天, 从他们口中, 我知道了许多林逍阳 不会同我提起的事情。 他拒绝了所有乡亲安排, 他和林副大吵了一架, 然后搬出了老宅。 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带走, 我做的那十几个兰花, 倒是被小心打包送去了新房。 我生日那天, 林逍阳突然出现, 陪着我玩了整整一天, 当晚又坐凌晨的红眼航班, 匆匆赶回去。 林逍阳告诉我, 为了凑难一整天的调休, 林逍阳连上好几个夜班。 他时刻关注我的朋友圈, 在我进步的每一个节点, 林逍阳都会为我点个蛋糕庆祝。 他曾经数次前往我所在的城市, 有时候会见我一面, 有时候只是短暂停留, 没有告诉过我。 他甚至动摇过作为一个医生的信仰, 如果林家愿意接受我, 那他可以接受公司, 实现林辅一直以来的期望。 我所在的公司搭上了行业的东风, 规模扩大了许多, 接触到的机会也更多。 很快我们对接上了新合作渠道, 要是能拿下这单, 才算是在梯队里站稳了脚跟。 为此我甚至住在了公司里, 通宵达旦, 敖方案做策划。 甲方是林家的分公司, 我很怕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影响到竞标, 和老板提议方案我做, 对接让别人负责。 老板没同意, 他说谁栽树谁成粮, 没道理把应得的东西让给别人, 况且他自己也没把握, 竞争对手里多的是比我们资历更雄厚的公司, 第一次接触这样层级的项目, 就当是练练手。 我没想到林傅会亲自来分公司参与会议, 他并未同我打招呼, 在这样的场合, 我也装作不认识他。 经过这两年多的锻炼, 我原本是不紧张的, 可林傅坐在首位, 我压力大到手心全是汉, 面上强装镇定, 讲完了全部方案。 结果可以预料到, 即使我们交出了最完善的方案, 也给出了最大的诚意, 依旧没能比得过行业头部的团队。 可没过几天对接人却恭喜我们, 他们决定采用双供货商模式, 老牌公司占比65%, 我们占比35%。 去签合同那天, 我再次碰到了林傅, 这次没什么外人在, 她上前拍拍我的肩膀, 第一次带着些欣赏的意味正是我,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努力, 有时间回去看看吧。 年关将至, 我回到杨市, 出战时第一场大雪落下, 林霄阳撑着伞在路边等我。 她开车时, 我注意到钥匙上的那个兰花挂件, 已经有些吊骰, 边角也磨损了许多。 离开林霄阳的第三年, 我终于坐到了销灌的位置。 在为老板签下一个大单后, 他爽快地给了我一笔奖金, 外加五天假期。 我报名了一场户外游, 跟着领队去爬山。 站在山巅俯瞰万物的那一刻,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样的好风光, 应该同林霄阳一起看。 休假结束后, 我打算离职回去找林霄阳。 谁知道离职申请还没提交, 就收到老板的调任通知, 他要去杨氏开分公司, 派我去坐镇。 我本就喜欢这份工作, 这下一举两得, 自然是欣然同意。 我没有告诉林霄阳 要回去的消息, 那天我买了核药, 为了不被发现, 特意让同事用他的身份信息 挂了林霄阳临近下班时段的门诊号。 我进去时, 他正低头写着什么东西, 我将手中的药 放在他桌子上推过去。 谢绝药带推销, 麻烦你出, 林霄阳话还没说完, 抬头与我四目相对。 他将那何药收进抽屉里, 从善如流地接受行贿。 我在外面等他, 林霄阳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收拾东西出来。 如果我现在回应你三年前的告白, 会不会有些晚? 他将我拥入怀中, 说他终于如愿一场。 我问林霄阳, 为什么大家叫我梦珍, 唯独你叫我珍珍? 他翻出手机, 调出一张照片, 是我送给他的手写信, 其中有一句, 你是我做过一场的美梦。 珍珍, 我不是你的一场梦, 我真实存在于你的身边。 也算是大梦初醒, 美梦成真。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